旅客在柜台依序排队 地勤人员拿着现金仔细点钞 不只要协助旅客报到领登机证 还有一边忙着退钱 民航局宣布燃油价下降 达到国内机票降价标准 从8月1号开始 国内卸各航班都变便宜 我昨天本来要线上报到 结果好像就因为有这个东西 就没办法报到 所以我今天才实体来这边 就是拿那个身份证什么 跟他报到这样 他有记没有通知 所以会退费 可以搭物本回去 在几个月前 已经买好机票的旅客 临时被通知 有钱可退 有些意外 这次国内卸价价 平均降幅有4.3% 大约省了95元 其中以台北飞机门 调幅最大 华信降6.9% 省182 也是这次便宜最多的航线 利荣则是省了160元 华信航空也提醒旅客 要提早一小时来机场 零贵退钱 利荣除了零贵 也能线上办理 我们不是一天到晚在搭 不像公车 一般车子常常在搭 所以我们也很少 没有去注意过它的价钱 各航空公司 已经调整好价格 华信和利荣 从10号以后买的人 就是新票价 德安则是7月13号以后 也就是说 如果在新价格上线之后 买的旅客 就不用办理退差价 线上的那个价格 是有比之前低一点 如果长期来看 单次就有差 长期应该会差更多吧 旅客也说 虽然不会因为便宜 100多块 大幅提高国旅意愿 但能退点钱 也不无销补 体备新闻 中文荣草证人 台北采访不到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 TVBS新闻网APP